目前我国种族供应,离族国内是有保障的 这十年来,全国联军进口种族不到一万头 占核心育种群的比例不足百分之十 少量进口主要用于补充资源,血统更新和改善种族信赖 关于地方族问题,我国现有地方族种83个 品质好,风味佳 但由于值得多,长得慢,收入率低 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收入消费需求和现代化生产方式 导致养殖规模不断的萎熟,资源群体缩减 在这些年来,我国建设了62个国家级地方族保总场和保护区 开展了族遗传材料的收集保存 应该说实现了应保折保 同时,以用主保,利用地番株,株种培育了30个新品种和配套系 一批黑猪品牌加快进入市场 逐步满足了人民对优质特色猪肉的需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